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订阅 爱丽丝 台湾当局早前宣布将会在春年1月 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牛肉进口成为烟门话题 并引发台湾潮野多次攻防 国民党甚至发起反美猪的公民投票 有舆论认为民间反美猪的风火四起 内忧不断暴露出蔡英文政府没有做好规划和配套 台湾经济日报评论文章批评当局宣布美猪开放进口以来 执政党的诚信被受民众质疑 科学证据和安全标准也操受专家的挑战 行政作为好像擠牙膏问题到哪里就改到哪里 内外上下自相矛盾 蔡英文政府根本就没有做好规划和配套 又认为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帮美猪辩护 说每日吃多少连续几年才会有害 还反串成为美猪代言人要带头吃三个月 角色错乱令人诈舌 而最严重的问题是 民众最怕未来不小心就吃到便宜的美猪 进口之后切割零碎 加工调味 造成肉丸、香腸、老肉等等的食品 或者进入肉摊、餐厅、夜市 根本无法分辨来源 因此标示和茶宴都是大工程 受肉精的种类多达二十几种 台湾最多只能够检验八种 民众怎样能够相信政府的执行力 零售小包装切成一块两块 又应该怎样标示 政府又有什么人力物力去稽查 评论又认为农委会不为农民发声 不敢反对进口美猪 更加要用纳税人的钱 随意撥一百亿元新台币 成立猪农补偿基金 来补偿美猪进口政策造成的损失 建议为何不考虑 对进口美猪征收特别关税 如果进口美猪越多 损害猪农权益越大 补偿基金就收得越多 评论指出美猪不是不可以开放信口 但台湾政府严重失灵 不知安耐何以让外 引发反美猪的风火四起 只能够说是救游自取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收看